大胆妖女 还敢狡辩 上行 是 谅你也不敢不招 丽大人 难道这就是大理寺的传魂之法 想要去打成交不成吗 慢着 下官能提供的线索 全都清清楚楚地写在供词之上 太子遇刺 严谨失窃 下官也是受害人 还望丽大人明察 还奉剑一个清白 清白 李将军收押两名刺客同伙 在见你之后 越狱消失 此日出现在法会现场 这一切 难道只是巧合 你 当真无所隐瞒 下官去探监 只是想查明真相 可惜无功而返 下官与能两名嫌犯 绝无任何瓜葛 况且藏进阁内除了太子之外 其他人均遭灭口 若想知道真相的话 恐怕还要等太子醒来啊 此人均遭灭口 启禀大人 太子还在昏迷之中 已有数十日 此事一直毫无进展 若一直这样下去 恐怕皇上那边 李将军 你倒是说说 你与司徒少监同负责此番寄进法会 为何回京之后 司徒少监进了大理寺 你却安然无恙 太子殿下 还是说 你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得一干二净